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春这段时间播出 看标题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是过年了嘛 大家有的人拿到年终奖了 孩子们呢拿到这鸭子钱了 要花钱的时候呢 所以说呢 这期节目警告大家不要乱花钱 乱花钱的后果就是什么呀 想更乱花钱 然后就去贷款了 或者怎么着借钱五六了 然后咱们这期节目的嘉宾 就是这么一位普通的车友 然后去贷款了 然后反正哥大哥的 在这自行车里面消费了不少钱 到最后呢给自己弄的没有车骑了 之前每期嘉宾都是骑特牛逼的正大哥的 所以这期节目相当于特别的 所以邀请了出来这位车友呢 跟咱们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然后咱们有请他 让他华丽转身来转身 看他真面目 哎 看得着吗 看不着 为啥看不着呢 我给他打马赛克了 因为就是咱们就是普通车友 然后所以呢 打个马赛克啊 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姓名 方便说吗 说这个B站网名吧 大家好 我是MacK B站网名 不说实名了是吗 不敢说呀 太丢人 可以可以 就是做个自我介绍吧 就是刚才姓名说了 然后咱们就是跟别的车手不一样 车手就是吹牛逼 说啊 我骑有多快拿什么冠军 就是 你不是本地人 然后就说哪年来的北京吧 我是 两个正常聊天啊 就正常就能量就行 一几年 一几 我是大概一一一二年的时候来的 一一二年来的北京 来这上学 然后后来又回去上学 然后 工作是哪年吧 工作是从 19年 19年 那会儿能挣多少钱 那会儿是 转挣五千 我操第一份工作五千 我操你哥的 方便说什么职业吗 方便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属于是运维工程师 但是 就是职务的话 就是相当于在政府单位当甲方 一上来就能挣五千块钱 对 那你那会儿玩车特造 那会儿挣六千 玩也是五千 也是五千 对 还是这个工作 可以 然后 在玩自己车上 你大概一起想一想 玩这台 玩这些车吧 从开始正经玩车 不算说 上班那种车 累计花了多少钱 累计花了又小十万 小十万 对九万多 一年间还是两年 基本上是一年多 一年多点 一年多花了有十万块钱 对 但是你一个月挣五千 对 你一年能挣多少钱 我操 有奖金吗 有年终奖 但是第一次得的时候 我那会儿还跟学大人落科 我说我这个学年终奖被砍了 七八万顶着头了 已经 对 然后是租房吗 现在 现在是租房 你自己掏钱租房 暂时是 当时是跟宿舍 就是单位安排的一个宿舍 一个月五百块钱 还是挺便宜的 反正就是 平常玩别的也不花钱 平常玩别的基本不花钱 就是入了就轮圈看上来了 对 然后透支消费了 然后把钱全花掉上了 对 没错 在买那辆闪电之前 我最起码还有一个 一万多块钱的一个存款 就慢慢攒慢慢攒 然后自打买了那辆闪电之后 就入坑了 买衣服 买裤子 骑行装备 对 买裤子的时候 心想 都骑这么好的车了 然后当时在闪电的叉叉店 逛的时候 确实是高端 好东西 然后直接就买了个PNS的裤子 可以做博广告 PNS都可以找我买 但是确实是跟之前其他穿过的比 感觉就是牛逼什么 还是说就是装逼的心理 说实话 说实话 那第一条裤子 第一条裤子 PNS 我踏入你哥 行 行 没法聊了 咱们下一题 下一题就是说 怎么喜欢上自己一块的 你可以说你小时候 怎么就喜欢上骑行 或者说怎么样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 就是我有个特别好的兄弟 这个雪大也是知道 关系特别好 然后我们俩有一次唠嗑的时候 我就说一块出去骑车 然后想买弄辆自行车 请 当然想想觉得自行车可能没那么贵 他要弄辆公路 然后我就想弄一辆山地车 然后弄完了之后 我们俩去长安街骑行 大家都知道 那会儿对这自行车公路山地 没有太多的概念 是吧 我就知道个分类 您说这里头 最新买了一个 对 就是骑着玩 那会儿想 就长街了 对 那会儿想的是说 周末或者是晚上骑个车 锻炼锻炼身体 有助身心健康 哪年的事 是2020年 2020年 疫情那年 对 2020年年中 那时候正好开始疫情了 疫情开始 有一点点 稍微往回收的一个趋势 然后想买了 弄了自行车 对 然后买了一辆XTC800的山地车 这算是第一台车是吗 对 这是我第一台花钱的车 还没等我问呢 我老问大家第一台自行车 是什么品牌的 他就说出来了 啥 杰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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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这样的 可以 然后接着来聊 后来我就是在长安街 大家都知道 北京市长安街著名风景 一去全是大佬 那时候我第一次骑 就碰见了一位 骑SL6顶级的电变的一小伙 看起来也就初高中 然后是个子也高 然后车也帅 白色的涂装 我当时一看这车确实帅 这整个就是一大佬形象 然后我就跟我哥们讨论 然后他当时骑的是一辆 不算是纯正的公路车 不是SCR这样子的 是一辆通勤车 然后我们俩就是 严而监督的 对严而监督的 然后我们俩就是根本跟不上 然后他学的车不行 然后我是觉得说 他是这个人 你怎么这么惨心想 我说我要这车我也骑的快 然后我就 这可能是第一次想法 就是要弄一辆好车 那你跟哪哥们儿 谁体能行 你骑的山顶车 这级公路车是谁厉害的 其实我稍微好一点 他可以 他会看你期节目吗 我不知道 那你得发给他 我不敢发 我要发了就不绝交了 可以 接着聊 然后我就心里头就埋下了一个种子 就是买一辆顶级公路车的那种想法 那这顶级公路车多少钱 那会有 没有印象 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顶级是什么 就是材料的不同 就是铝合晶片碳纤维 就觉得碳纤维肯定是贵的好的 那你买车那个店里 你当时就在店里看了有几万 几万个人这也有 我当时因为我当时去的 直接就是咱们的闪电比较大的那店面 然后一去之后 好家伙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就是六千多 七千多 六七千的是最便宜的 后门的 对 那你买了一个多少钱的呢 当天买了吗 当天就买了 当天去了就买了 对 因为当时手里有小存款嘛 然后就觉得说买一辆车也无所谓的 等会啊 大幕来一波 大家猜一猜 他跟闪电电力一下 就大家大概去了解他的经济能力了 然后也知道他骑行经历了 骑了多少钱去闪电的 骑那山地车 骑了有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就是老逛论坛了吗 还是说看个B站什么的 没有 就直接就去闪电了 对 有六七千的 一万多的 两三万的 四五万的 大家猜一下 大幕啊 他买了多少钱的车 猜一下 估计有些人应该都猜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就是你买的那台车 是你咬牙买的 还是说怎么着买的吧 大概就行吗 大家猜一下 给点小提示 这个其实就是 抛小存款啊 有一点点皮疼 有一点点皮疼 对 但是压力一点都不大 压力不大 有点皮疼 买装备了吗 当时 当时没买 竟买一车就送走了 对 小东那是跟那花钱卖 送你的 送的平套 那你告诉他 买了多少钱车 现在有印象不特深吗 印象特别深 第一辆是一辆红色的 基础款碳纤维的S26 小秋 那屋里S26又给推出来 让他看看熟悉不 太过了 讨劲了 那车后来是我帮你卖掉的吗 那车不是 那时候我是在闪电出的 在闪电直接出的 对 然后反正大家就流出后比了 他本来买了车 后来就在闪电出掉了 反正骑那车那会儿是 我想想 反正那个 来了 小秋你推到这位置 是不是大家能看着 这推到 推到边边上 是不是能看着 是不是这了 就是这款 一模一样吧 一模一样 套件都一样 就是颜色不一样 对 颜色我那是经典的红色 这是我们子航同学的车 也是要退坑的车 反正就这么一车 他当时买的 对 然后做一个 不做伏笔的 就是我再说一下 这台公主车之后 他另外一台车 就是边上那台车 边上那台车 大家知道 那是我的车 他车跟我的车 闪一模一样 是一样 然后可以推走了 然后咱们开始 下一道题 下一道题就是说 怎么认识我的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大家都知道 怎么认识我的 你们是怎么认识我的呀 兄弟们 我是一个 你就说你是 怎么着 跟B站看我视频 是你多迷我 还是你看 其实是因为我 对 因为我吧 就是一旦喜欢上某些事物 就会去四处搜罗消息 然后B站上面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平台 而且就是说 自由 我操 自由 相交 你是看自由的了 然后看着我的吗 不好意思 可能是看到文森的壮汉 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就点进去了 可以 那你是来吧 你看到哪个视频 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您当时装那个催客 两台催客 装两台催客 慢慢的 对 喝酒 喝点酒 喝点酒 然后再 看到吧 那视频刚看到的 看着吧 就看完了 就看完了 那么闲 也不算 因为我 老B站用户 天天登陆 简称老B灯 老B灯 可以 然后 从那开始战士我的 对 然后慢慢就是 犯了犯我视频 就这样过了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看您那个视频 就是感觉 哥们就是特别实在 一说话 一说话就知道 是一个实在人 就有啥说啥 我就觉得说 难得 像您这边 就是了解一些知识的话 就是 可能您会告诉我 不会像别人拐弯抹角的 因为想挣钱 然后我就 给您私信 或者想加微信 加微信 对 然后那会加了微信之后 也没买东西 就只是 就是觉得说 北京有这么一位 那个 就是 业余车手 而且现在还 在 自己 坐公路车的这行 我觉得挺好的 正好认识认识 有不会的 再问您 对 我们想到后来 你是 来我店的时候 就带你哥们过来 说来 是说 之前就来过 之前没来过 我是直接就是 有一次看您 那个朋友圈 卖那个 那会卖日报 对 配一个探轨 对 他就把他另外的 那个小伙伴 拉他入口那小伙伴 骑山 骑 伪公路 那个哥们 对 伪公路 带过来了 他当时钱是不够吧 他够 那我咋记得 你老说你要给他钱 是因为当时我着急 然后就把定金套了 对 刚才说的他对我的印象 然后我说一下我对他的印象 我一听他以前是当过兵的 然后又跟这哥们这么好 然后他又就是特别热心 去帮他这兄弟掏定金什么的 掏钱 我说卧槽 我说有这样的朋友 非常不错 就是大家想一想啊 就是可以来一波弹幕 有或没有啊 就是你身边真正的 你认为的朋友 有没有说 兄弟给我掏点金什么 掏钱金什么 先帮我惦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的话 扣一波一 没有的话扣一波二 你就自己认为 因为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共鸣啊 我好兄弟叫赵子贺 那会上班都是这样的 就穿插一段别的事啊 就特别有意思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天开始 对 然后赵子贺上班 我之前视频应该说过 他是我第一次 上班第一个地方 认识第一个同事 吓到就是更衣室 看着都能考虚 坐着没样子 认识他同龄人 然后直到我最后 不干厨师的 不干不上班的 他也是我最后一个地儿的同事 一直就是断断续续的 把我跟着上班 去这上班 去那上班 都遇到他 特别有缘分 赵子贺 然后投了投些日子 我们去吃饭了 我还发过一个动态 我说这个 除了自动车圈的朋友 也就这俩朋友了 他是其中特别胖 特别壮那个 然后跟他有一件什么事 有段时间我不知道干嘛 管他借钱 那会儿我的工资 一个月八百 九百一千 他也差不多那么多 后来他去别地儿 挣钱多点 但是您中讲 我好像从他那儿 借了有小一万块钱 二话不说 他就借给我了 你想想那会儿 那会儿十六七 差不多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 然后就二话不说 就借给我了 然后我心想到他 卧槽 二话不说 他就帮他的兄弟 直接把这钱给交上了 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上 这时代 绝对是没毛病的孩子 然后告诉大家一下 我特没人品的事 特傻逼 特鸡巴豆 就是那赵子鹤 我定期还他钱 一发工资还他钱 还他钱呢 他们家附近的饭馆 前往我吃遍了 你猜怎么回事 还钱的时候 还五百 我就说赫哥 我为了还钱 我都吃完饭 赫哥说走 我带你吃烤串的 还五百 得吃一百 操你 所以我就说 子鹤我现在自己干了 挣钱 虽然不是挣大钱 但你随时来 随时有饭吃 你想吃啥 我领吃去 我说我这病是李舅的 然后那天吃饭 就聊这事 然后我就说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我给那么多钱 真是一般人都猜不到 大家都知道 我有什么爱好吗 你猜猜我什么爱好 来弹幕 猜猜我有什么爱好 你猜猜 把什么钱花那么长 小鱼半个钱 抽烟喝酒烫头是吗 全币有打这种弹幕的 纹身 牛逼 我一直以为 我管赵子头借钱 是他妈花灵车上了 后来赵子头说 你傻逼 你他妈纹身去了 没钱给 你还管我借的钱 后来想就 我这纹身一半 属于贺博的 吃了人鸡 几千块钱 我贺的 可这么逗了 这可能就是兄弟情 对 真的是 真的太好了 我就想到你这人 绝对是没毛病的 跟你的兄弟那么好 后来你的兄弟就是 来搞了车之后 他就很少来我这 对 因为他 离我远 对 离你这远 而且他骑车 第一是没时间 他那个公司 确实有点压榨 第二是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就是刚刚我们俩都是退伍士兵 然后他是海军 然后因为经常吃海鲜啥的 票率没有高 有痛风 海军就能吃海鲜 我操 空军能吃咱 空军能吃鸟 你吃什么军 玩鹿鹊 那你吃什么 吃土 可以 没毛病 没毛病 现在吃土了 我操 接着聊 然后 当时我和我哥们 我是想的是 我们俩一块骑公路车 我们继续聊回 我买车的经历 然后当时我说 一块骑公路车 就毫不犹豫的 就给他定了 因为我是觉得第一 性价比高 过来这个村 可能真没这个店 对 因为那会儿那天车 现在就没有那价格了 对 就是配成小炭刀 配小炭刀 他加2000块钱 对 105套价 7000块钱 那车 7000多吧 7699 出给我是7000 我确实忘了多少钱了 刚出直肱鸟那会儿 然后反正就是 你们俩都公共车了 但你们俩一块骑 出去骑过吗 出去骑 经常骑 那时候你们俩经常骑 但是是你经常过来来找我玩 对 你来找我真正花钱的 第一波是买了一个炭刀 不出品牌了 对 就是一个炭条的炭刀 那会儿就是 大家能了解我 能知道我的人 就是跟我私信过的 我都会 对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我就之前 我也发过朋友圈 我说我这儿做 比如说做保养 受498 你是我的仇人 你是我多好的客户 是什么朋友介绍来的 都是498 明白 你的保养过来 我都会拍照 都会告诉大家 任何人 来我这儿都是一个态度 对 所以呢 所以啥呢 我操 反正对所有人的态度吧 然后跟他当时聊的时候 我就说 他说你想升级你的车 对 他说想升级套件吧 便便 对 那会儿是想那个说 我换个105啥的 然后 那是太乖的 对 太乖的 我当时给他的推荐是什么 就是让他换一个顶级的炭刀 因为我感觉他想继续在晚上花钱 他在晚上花钱一定是换整车了 而不是说再换套件 给那个车换套件太不值了 对 这搁在任何时候都一样 刚才那台车 胎罐套件 SR26 叠杀车架 破旅轮 你给他升级了套件 到最后你就升级轮 到最后你就要升级车架 转一大圈 我说你直接升级一个顶级的轮 就是差不多就是院子的轮吧 你以后换任何车都能继续用 没错 对 他就买了那么一个轮 我说你买了这个轮 你就可以截止了 你就可以达到什么目标之后 你再去换车了 但是他不听我的 但是当时同时你买的那个 罗西蒙同学 就也姓罗 就帮我剪辑过 我视频片头 就是他也帮我剪了 然后视频拍的是另外一个哥们 就是这哥们老七 Gravel也是B站up主 薛丁城 反正就是罗西蒙是跟你同一时间 同样的车买的一个探轮 也是探条的 人家骑到现在 人家一直骑到现在 对 就是半截肺里抽风 换了一分 换了一根破风鱼把 跟我们一块天天老骑 那会下那边骑得不快 经常能看到 但是你呢 你就误入歧途了 对 只能说是 人家好用的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全是好的 全是好的 那会我说了一特经典的话 就是我就说 R37 你那会就中了R37魔咒了 是吧 对 那会我来您店里的时候 就跟小高 还有他们唠嗑的时候 老是说SR7 那会没买的时候 对 那会我有吗 那会您还没有呢 然后R37 我说闪电做的牛逼的是什么事 闪电这牌子 SR5时代 是真的牛逼 好奇 真正的车手 他们有很多人会花钱在这SR5上 掏钱 对 SR6也是相当牛逼的一代产物 但是也是保质王 但是没有做到登峰造极那么狠的地步 还差一点 对 但是是好东西 大家有很多人去买 到了SR7它变成什么了 它变成一个话题 你发现了吗 懂不懂车的 玩没玩车的人 都会知道SR7 这是它的可怕之处 对吧 你那会多菜的菜能 你就知道SR7 跟我们的蛋壁SR7 对 这是它的可怕之处 我操 并管是谁都知道SR7 对 所以给你埋下了一种的 然后加上身边的人 你去玩的圈子 全都是SR7了 对 然后他就非得就想换成SR7 然后 就是这期节目的正题就来了 对 然后 那会没有钱 那会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不要说 不要说就是特别那人 那不方便播 你不要说 你大概一说说就行 其实 怎么误入极图了 那会收留有多少钱 行了 公开出行 公开出行 是这样 那个时候 我骑SR6的时候 就是 在雪大这边 换了个轮组 当时其实感觉挺好 特别好 特别舒适 然后 那个时候 就是 感觉在雪大爷这边 特别爽 特别想来 但是我呢 又有点 害羞 因为 就是可能是跟 当兵的经历有关 有一些胆战心惊 就是 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心里头就埋下了 就是说 就是 确实有点胆小 然后那时候雪大爷 比较忙 胆小 我他妈怎么腻了 我 我不是 我是 我的意思 说的您 其实不是您这边太可怕 是因为 您这边忙 所以怕过来之后 给您添麻烦 来一次 您都在那 一直在干活 那会我自己一人 对 那时候就雪大一个人 那时候工作室还没装修呢 可忙 然后之后 坐着之后 感觉唠嗑都是一种罪过 就感觉对不起人家 人家 当我干活 对 然后 然后我就心想 那我 瓦巴就是一个好唠嗑的人 跟人一熟就经常 就是唠个没完没了 于是就跟闪电店里头 那个一个小哥 人挺不错的 就是经常一块聊天 跟他聊的时候 就是一点点看到 闪电店里头 进这个 进那个 人家来者不拒 然后经常会有 就是说 好车 上架之类的 您说说 那一大堆亮晶晶的玩意 对男人 太诱惑了 Rival的轮足 可能都还好一些 最神奇的就是SL7 一辆辆整车 在我面前 装了 带走 装了 带走 我从一开始的 觉得还行 然后再到后来的 觉得牛逼 再到后来的就陷进去了 就不行了 于是乎 那时候是跟 闪电的 闪电 就是说 去买了一辆 那时候是属于贷款的 就是属于 自己找网贷之类的 大概急 花多少钱那些车 原价买的车价 原价买的车价 然后买的变速器 供业剂 对 然后那些东西 那个变速器 变速啥的 淘宝买 或者是咸鱼 然后我就 反正累计花多少钱 花了整车 花了 去掉轮走的话 花了有五万 花了小五万吧 五万多 五万多 你又买 骑行装备什么了吗 骑行装备的话 那时候索鞋 其实早就是SWRX的 反正那段时间 花钱花太凶了 对 自己身上存款有多少 那时候就没了 付了 就已经负债了 对 因为我把存款 基本都买的SR6了 SR6买了 差不多也就 骑了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 对 就2020年年末的时候 12月份 我换了一辆SR7 是这样的 那告诉他 带SR7骑了多久 骑了有 也是半年多 接近 没有吧 就是差不多夏天 但是那会儿 我感觉你 对执行车的兴趣 没有难 对 因为 不怎么齐了 对 工作忙吗 还是 第一是就是 想群球突破 因为挣的钱少 就是觉得5000块钱 养不起我 那会儿每个月 还多少钱 那会儿每个月 都得还5000多 我都得 每个月才挣5000 对 每个月可能 还不止还5000 6000多 是那种 就是真的 网贷这个利息 真的恐怖 那时候就是 我还指着年终奖 我们公司后来 年终奖还没基本的好 对 年终奖 它的本身可能要发这么多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和各种原因 你想了一下能还 能还不少 对 能可能就是压力就一下就没了 可能就是慢慢还信用卡之类的 形式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没想到年终奖给砍办 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后来渐渐的还有一次是 年底又调了一次工资的发放的时间 就导致我压力一下变大 因为 因为网贷和信用卡这些东西都是按时还 提前还不行 然后延后还肯定也不行 必须得那个时间还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就是 找谁借钱了吗 就是家里 不敢跟家里要 第一是觉得说自己既然那么糊涂 弄一个爱好 多大岁数 你那会 我那会 就是去年的事 对 其实去年前年的事 那时候256 256还干整准事了 对 然后接下来就接我来说了 反正就把钱浪了 但是还特贪婪 我感觉 就是说贪婪可能要过 就是说 想把这车 想把这钱还上 但是还骑着车 对 我那会 我这么着说一下 我那会给他处理主意 我说你想骑顶节 你还不是换我那个问质 对吧 我以前期待问质 我从问质换成我 这个SR7的 我说你把我这二手的问质收了 但是呢 他就想SR7 最后买了SR7了 最后辗转呢 他 你那会就想还钱 需要用钱 对 然后呢 然后怎么着 他就是拿着他的SR7过来 车架子 对 把车架子迪给我 把我的问质装在 装在他这个 套件轮阻 套件轮阻 等于就是我这多了SR7的架子 然后我想想 然后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后来就是 因为 我把那架子卖掉 对 但是我先给了你钱 我先把钱借给你了 对 但是他抵押了东西了 就帮你还款 因为那会你太着急还款 你就有钱还款 实在是还不起了 实在还不起了 从往上拿到现金 直接给他转钱 转车都挺有望的 我就不说了 我还记得说 就我一上 给你多少钱 你都记着呢 有一万多吗 应该一万多 对 然后呢 他就骑走那问质了 这就是他贪婪之处 又想还钱 又想他妈骑这一顶级车 是不是 然后呢 Sworks诅咒 对 Sworks诅咒 那是Sworks问质 然后继续骑了有多少年 又骑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而还不动 对 而是还不动那钱 对 而且那个时候又要换工作 又怕那个经济压力过大 那个时候就是 正好是接近四五万的缺口 我说这压力太大了 每个月还还还还 还利息就要还两千多三千 等会 我给完你第一笔钱 我又之后还给过你钱 价子出了之后 我又多给你钱了吗 不对 没有 没有 价子出了之后 你这就没还上我钱 我记得是 我后来把那个钱 就是卖了价子之后 卖了问质车 才那个什么 对 卖了问质车 才彻底还清我的钱 那会最后累积该我多少钱吧 最后 这我记不清了 反正累积该我多少钱 我其实挺生气的 就是说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 就是客户 跟客户关系 我把钱借给客户了 属于是 那绝对是 虽然有东西给我抵着吧 但是也是很不舒服的事 我媳妇不高兴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怕我跟很多客户 都这样去做 所以在这就提前说了 跟任何客户以后 没有这事了 关系再好 我就不借钱 不压钱了 除非我收回来 那会就是 后来把问质卖了 然后把钱都跟咱俩结清了 咱俩结清之后 你才把那个钱还上 对 现在虽然没有压力了 现在没有负债了 对 基本上 信用卡需要定期还 那个东西 还该钱呢 因为那个没法一下子还上 那得一个月一个月还 要不然 到现在还有那什么的 对 但是没事 那你这有拖欠过吗 还这钱 没有 没有信用的那什么就行 对 没有那什么 但是压力挺大的 折磨的挺那什么的 对 因为其中有网贷 如果说只是信用卡的话 可能 网贷利息是特狠 还是怎么知道 特别 他算法 你一开始没看明白 套路了 他每次给的时候 都会按日历率给您算 知道吧 就是如果按日历率算的话 就看着其实挺低的 有百分之几 但是一旦合成月历率 或者是年历率 就非常高 非常夸张 基本上就是难以扯受 那你当时就是鬼迷信家 就想换电车 对 当时就是说实的话 就是消费主义 算是冲昏头脑 而且第二是 闪电这个营销 确实也挺厉害 真的 要满到齐了 对 我觉得闪电 它厉害的 不是说 我那个 怎么怎么着 就是闪闪发光 那种感人 就是潜移默化的 让你认为 心中的最强 就是潜 咱们不是黑闪电 就是就事论事 就是聊天 对 我就感觉就是 闪电的车确实好 骑着确实厉害 无论是问质 还是SRO 骑行体验 确实都是特别棒 但 有一种魔力救 对 它又有isworks 对 但是 扛不住了 是吗 对 但是它再快 也是靠我的腿骑的 它不是摩托车 对 我不是说 我从两缸的 变成四个缸的 就是我对你 整体看法 就是在车上 我就明显感觉到 你真正玩车多的时候 没准是刚换完探索那会儿 就给这车小升级 所以借这个节目 就跟大家说一下 有很多东西就是 你可以做一个小的升级去玩 有很多时候 就算你没有负债 没有贷款 你真正去一步到位 买了顶级了 没准你也没有那么大情绪去玩了 对 一向子就是到了顶 然后确实 有点空虚 现在我其实 就是自打骑过 这当家花旦 闪见的当家花旦 其实对顶级车 就是感觉 得劲就行 看马整那么好 对 就是够用就行 而说回来 还是得符合你自己经济实力 自己的能力 对 你因为正级十万块钱 我绝对不拦着你 我告诉你 那一个好 是吧 对 但是你一月挣五千 现在挣的比五千多了 一倍了 翻倍了 翻倍了 我操 我打算再挣压钱 都翻倍了 已经准备好钱了 那会他妈的五千块钱 就能买一个七八万的车了 挣一万 那你不得咬咬牙了 等会 照那会你的消费关键 你俩得弄什么了 C64全球限定 照那会你敢那么想 没有 没有 现在其实已经对七行 没有那么强的那种 极强的这种高消费的这种欲望 更多的是希望把钱花在刀身上 想找回一开始那感觉 对 您想想就是 我觉得我可能最开始做的 比较明智的决定 就是买一条好点裤子 对 因为这个确实 七行体验真的不一般 后来买了那个 国产的 打雷牌 打雷牌的 然后就感觉确实是不如 这种拼 那确实是 这个是没有可比的 对 咱们黑历史这波就估过去了 然后 别的车友都是说比赛什么的 没事 我这有我跟你说 就是别的比赛 别的车友都是比赛的 然后咱们普通车友去聊 我就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你这个 有没有自己单独去骑行的 你老是跟你哥们一会儿骑吗 是不是自己单独骑行 其实我经常是担心 但独行 单飞的 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骑行自己单身 有印象吗 去哪 很有印象 是我很有印象 对 就是真的是 SL6骑行去爬妙峰山 中途实在爬不上去了 然后想走上去 但是发现走上去都费劲 最后是咕噜下来了 骑SL6那会儿 对 那会儿 超败的 那个时候是 刚开始看雪大爷视频 那会儿我正好在听雪大爷视频 我喜欢听 你知道吧 骑着 骑着妙峰山听我的视频 对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 跟外面骑车 然后听我的视频 有很多车 有的睡觉 有的吃饭 有的开车听 然后你是骑车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 赛座的各位有没有 有的话 科学博业 我看有没有 那就半路也没有其他情况 就是什么渣胎 就跟他饿的 渴了饿了的 这些都没有 就光光就过去干去了 对 我是属于那种 谨小慎微的骑行 骑到那多少公元 骑到那 爬到山再回来是 八十多公里 天都黑了 真是天黑 挺慢的 回来都已经没劲了 最后从妙峰山 门台往左转 下去了 然后又有上坡又下去 直接把我精力耗没了 回去在高架桥 下面起的时候 就整个人 摇头望脑的起 我希望大家 在评论底下 分享一下 大家互相聊 互相分享 就是你们自己的一次 独行经历 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的事 刚才让大家 当幕上来一波 或者说这个 你自己底下 写上你的 独行经历 为什么说这件事呢 因为我也分享一下我的 这自己独自骑车的时候 其实特别多 但是我分享一下 我独自比赛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 这会儿我一直都记着呢 就是比安赛最后 往回家走的火车上 我先说一下那场比赛 大概急说一下 因为以后要想起 说这些事 就分享我以前比赛的事 然后那场比赛怎么没事呢 我们几个人是 从北京一块去的 但是回来的时候 大家各自走各自 有要去玩的 就我一人回来 去的时候呢 那应该是我们东迅很努力 去练完了之后 比的头一两场比赛 信心是有的 有很多很强的车队 想表现一下自己 没想到拿第一 但至少是集团 或者那一波厉害人里面 我能拿一回第一 因为突围以前 已经走了 我的队友 有一位是原先职业的 冲刺非常利益的车手 但是他很久没训练了 所以他就说放下自己的 其实冲刺手 各自冲刺手 都有自己的尊严 他说罗朽 我给你带冲 非常牛逼的人 我也给我带冲 我们俩一直表现得非常不错 最后呢 那个小集团是比较有戏 在前几个 具体能不能得地 没有给忘了 反正都是高手 我们俩一路卡位 卡到最前面 最好的位置 砰一声 我的后车太爆了 可惜了 当时就炸了 卧槽 我兄弟来去 擦 我也凉了 就是你不可能再骑的 车太爆了 还剩三公里左右 然后呢 就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呢 正好回北京 就我一个人了 我一个人坐在火车上 躺在那个卧铺上 就迷茫了 我为这事 放弃我的工作 然后让家里不高兴 就是不工作 去比赛 去骑车 然后那么努力的去东旭 去云南 花钱 自己花钱 然后最后呢 比赛又爆了胎了 就是没有展现出来 我们车队啊 或者个人的这些 努力吧 就是没有一个 回报是那种感觉吧 我具体怎么形容不到 反正就特别失落 特别特别的失落 就是自己躺在火车上 就一个独行的经历 我感觉 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扛过去了那阵 后来我也 起飞了一段时间啊 所以说就是 真正很多时候 有很多痛苦 有很多训练的经历 其实都是独行的 就是你们当车手 甚至有很多人也是一样的 你跟你队友 是一个队伍的 但你们有很多时候 不可能是一块去训练 大部分都是自己去独行 所以我觉得独行 这件事特别好 主要你能 忍耐住你的独行 忍耐住你自己 一个人吃了苦 因为苦玩是自己吃了自己 支掌 你才能有以后的 怎么说呢 光芒光辉啊 然后这一段就过去了 然后我看看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期节目也跟你 闹了不少 是不是 对 然后最后的最后 就是这个 对广大年轻人终搞不要乱花钱 就是给广大年轻人 就是小孩 或者就是刚开始工作 差点迷途的这些人 能唠几句吧 你说得出来吗 我总结几点 总结几点 对自己的总结 第一个就是量力而行 千万不要碰 这个类似于贷款 无论是合法的 还是非法的 还是信用卡这些 因为无论是你征信还是多少 你一旦被某些东西追着 就是要钱的时候 压力会非常大 这种压力就是 甚至会让你得病 心理不健康这样子 第二个是 第二个就是 其实不是顶级车 就能够体现性能 这个是老生常谈 无论是业余车手 还是雪大爷的视频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说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对的事情 这些顶级车 不是留给普通人 花重金 骑完了之后 你就有质的飞跃了 而是您在骑的过程中 您得有这个钱 按说我花一下这个钱 无关紧要 我买个十万块钱 顶级整车 无关紧要 这样子的人 他买车 买这种顶级车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一旦是像年轻人 这样的 一旦堕入这个坑里头 很有可能自己 就被牵着 被消费主义 或者是 就是某些东西 牵着鼻子走 就很难就是再去 那个 不管可拔了 对 就自我价值的体现 这一块就可能 就是让自己 就是陷入迷茫道路 然后还有一个点 是 菜腿 真的没必要 天天想太多 就是多骑就行 对 那会我看你 就是没事老是骑 骑那个F26 我是挺开心的 对 那个时候我确实 我从身心上 都是比较健康的 没有什么压力 回去之后 先骑一两个小时 长安街虽然 人挺多的 但是 不是骑的特别快 而且是 挺开心的 有时候就是坐在那 跟那些老车 老骑友 是吧 上岁数的骑友 唠唠嗑 挺有意思的 然后看看视频啥的 但是自打骑了SR7之后 没感觉自己 多了根翅膀啥的 就是骑车过程中的话 就是 一下子对自己的实力 产生了怀疑 感觉换了这么牛逼车 也没几个快多少 对 SR6的时候 如果有一辆SWRX 或者是PINA 超过我 我会想 我要有好车 我也能超 那种心一直在激励着自己 你知道吗 就骑车 感觉自己以后好好练 然后换辆好车 绝对能起飞 然后换了好车之后 发现自己其实就那么回事 一测功率220 对 那时候把功率也上了 对 体重跟这样的 他220 知道 体重不讲 体重也有180 180斤 反正是一段 挺有意思的经历 我感觉 对 有的时候 事情必须得亲自经历 大人说 100遍 200遍 听不进去 也是左耳心右耳处 自己经历过一次 疼过一次了 真的就知道自己想要 等于你是找人家贷款 我是找赵子柯贷的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我们俩 是吧 然后在这儿 咱俩一块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咱们这期节目 基本就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 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了 合家团圆 可以 然后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然后下一期 下一期 忧言再会 拜拜 然后最后 最后应该 我们找段音乐给配上 南望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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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